真没想到屈原居然这么刚 张一拉着奇数谈判 话还没说两句 屈原直接开怼 秦相所言可谓信口雌黄 分明是秦国殷勤新兵 可怜三晋只好结盟自保 怎么变成了齐国和楚国 不明事理引发事端了呢 屈原告诉张一 只要你们秦国将境外大军退回韩谷关 则天下安宁 屈原一开口 田英也代表齐国发言 劝告秦国不要插手别国内政 倒是屈原的上司昭阳 说话十分圆滑 出国是难买小国 从来就没有燃指北地之意 我们也是和平主义者 只求秦国不要插手为国国政 张一见如此被针对 直接了出狠话 咱这次会盟 一方面是为了三国修好 另一方面就是跟你们打个招呼 为国之事事无巨细 秦国管定了 秦相性子满极的嘛 还未说上几句就嚷嚷上 为国之事事无巨细 秦国管定了 好 既然秦相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我看就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芈元 告辞 张一还想挽留 咱这不是谈判嘛 谈不下去 冷静冷静再继续谈嘛 别直接散摊子呀 屈原嫌弃的一甩胳膊 楚国市井有这样一句话 谈得拢就谈 谈不拢就打 拉拉扯扯 骂骂咧咧 实乃富人情装 惹人笑 屈原走了 独自站在江边 只是静静的欣赏风景 突然地上窜出一条蛇 屈原一把抓住七寸 晚饭又着落了 大人好功夫 竟能有如此了得的秦龙手 拍马屁的这位啊 正是大家都熟悉的 孟长君 田文 田文当即就要秀厨艺 摆开桌子 请屈原吃野味 脆欲的盘子揭开 美味就摆在面前 见开会的时候 屈原这么痛恨秦国 痛恨张仪 田文便提议 咱不如把张仪宰了吧 但是杀掉一个张仪 便能阻齐狼子野心了吗 屈原着实有些吃惊 是皆称孟长君能得势 可没想到 居然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哈哈哈哈 左托 如此的天真 俩人话不投机 不再多言 田文派人来请张仪 让他去宋军行宫会谈 张仪明知其中有诈 可为了会蒙 他不得不去 宴会上 七书版的蒙书已经写好 为韩之士自主结盟 自主伐交 他国若是士强凌弱 或以兵要挟 或以利诱隐 皆可视作为此盟约 天下可诛之 如此针对秦国 张仪自然不同意 起身就要走 妈 要是不在盟约上签字 咱们哪儿也别去 来人 秦相就是喊破了嗓子 怕有无人应用 张仪却很淡定 既然不让走 那就管饭吧 张仪平生最怕的 除了死 就是饿了 手下抬上来一条鱼 一位武士用手一划 将鱼从背部剖开 腹中竟出现了一把剑 乃未知道此剑的来历 文若鱼长 锋芒毕露 可是昔日专注 赐亡了所用之鱼长剑 这把剑可了不得 据说欧耶子 采赤锦身之息 若耶稀之铜 经鱼洒雷迹 得天地精华 致称五口剑 战卢纯君 圣邪鱼长巨切 战卢为仁者之剑 鱼长为死士之剑 贤文说着 就要让人武剑 县国大人所配之剑 正是战卢 待我取来 与壮士共武 战卢鱼长 皆为盖世民剑 拿来鄙视 恐怕互损 壮士 请吧 壮士不再客气 提剑便武 壮士武剑 意在张仪 孟长君也适时 送上最后通牒 此举结束 形象再也即 公子 张仪自觉无回天之力 但也不能贪生卖国呀 一个眼色 刺客开始行动 直奔张仪咽喉而去 好在青将出手 刺穿壮士 抓来田英家人 夫人来得巧 正好赶上 这等精彩的剑 来人 何想要是再走一步 我让他们 母子俩 血剑此地 田英被迫让步 张仪总算保住性命 如此邦交 头会见他 以后你会经常见他 魏蒙失败 三国不欢而散 这五件与邪货之仇 也记在了各自的心里 可没想到 齐楚回去以后 猛揍韩魏 倒解了秦国之威 大魏王一个白眼 气得说不出话 你的合纵大策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哪破了 哪漏了 公孙岩赶紧解释 齐楚打三 是为了给秦国颜色看看 臭的秦国 为什么挨打的是我魏国 为什么 合纵大成 秦国唯一 结果现在魏国唯一 魏在戴戏 就是唯一 慧相赶紧劝 咱打不过 不如叫秦国给咱帮忙吧 慧师啊 你真行啊 你真习惯用 引狼入室这招啊 上次你说又 士奇已压秦楚 结果秦国被动作 被秦国揍了一顿 现在你说要 士秦已压其楚 你可知道 现在外人都说 我们魏国是朝秦暮楚 是寡人在替你顶着黑锅呀 我这张老脸还够丢多久 魏相赶紧甩锅 都是公孙岩 合纵没搞成 公孙岩说 那这样也成 咱现在就联合秦国吧 放秦东出 然后再关门打鼓 先生倒是变得比寡人还快啊 你要是关上门打不着 狗被狗咬了怎么办 咬了也就算了 咬死了怎么办 秦是因为寡人够修养啊 要不然我会把你推出去斩了 大卫王也不想听公孙岩说话了 让他回去好好想想 而这段时间 秦国也发生了很多事 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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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 这是二一堆